我在家裡是算第三代的基督徒 然後我現在就是我是高雄人 然後我來到台北念書 那現在在念研究所 那那個時候其實 爸爸媽媽他們都是還沒有受洗的 然後阿公阿嬤他們已經受洗了 那在家裡其實那時候對於受洗 就爸爸媽媽也不會給我們 給我這樣的觀念 可是那時候來到就是台北之後 我現在念的是東武大學 然後他們就上牧師 然後我在上牧師裡面也有就是服飾的工作 那就是藉由每一次的服飾 我也慢慢的學會去禱告 然後在每一天的禱告也知道 每一天的有每天的領修時間 那在這些領修時間裡面 我發現我非常的可牧神的話語 然後漸漸的我就覺得 我是不是應該要在台北也是要找一個教會 然後可是那時候我非常的惶恐 因為我人生地不熟 然後我也不知道該去哪裡找長老教會 然後我覺得那真的是一個很感動的經歷 因為那是神的帶領 就在有一次我要從宿舍坐公車去學校的路上 然後沿途在禱告 因為我因為這件事情 就其實我煩惱了一陣子 因為我不知道去哪裡找長老教會 然後去做禮拜 然後我就沿路了禱告 然後直到就是到了台泥大樓站 結果我就往窗邊一看 我也不知道是哪裡 只是我就往窗邊看 就跟我禱告完 然後我就看到雙年長老教會 然後我覺得這都是神帶領 然後那個禮拜天 我就就是就來到了長老教會 然後就開始做禮拜 還有因為我一開始在提摩泰小組 然後就是提摩泰小組的叔叔阿姨們 就是非常的照顧我 對然後之後就是沛芳姐就有介紹我去EM 然後在EM那邊我是就是參加今天晚上 星期四晚上SUSI帶的那個小組 KSL 然後我覺得非常感動就是 其實像因為我想要準備課業的關係 我其實沒有辦法每個禮拜都很按照時間的去參加小組 因為我真的非常的就是課業非常的重 可是SUSI就是他每一個禮拜他都會寄信的來就是關心我 然後問我有沒有什麼需要帶到的 然後其實我真的覺得非常感動 因為我覺得在這裡就是還有人就願意關心我 然後就很像很像一個家的感覺 我在心裡上面我需要就是我還是需要神的帶領 然後我覺得就是讓我想要去受洗一個非常大的動力 就是我想要真正的去成為神國度裡面的子女 我想要真正的就是成為他的門徒 我想要讓上帝成為我生命中的光 生命中的救主 在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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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在心裡